来 蒙马的孤独 感谢那个贝援军的那个舰长 你说 怎么事 哈喽哈喽 听着呢 咨询个事 你说 就是您在美国那边 现在还有没有那种上门的销售员的那种业务或者服务 上门销售员什么概念 就是有时候看那种八九成年代那种欧美电影不是有那种上门推销吗 有 你听过磨门销吗 正好今天这边尺度大 我给你们讲讲磨门销听过吗 磨门销一夫一妻吗 还是一夫多妻那个 一夫多妻 上门推销 以一夫多妻 以磨门销为主 感谢大骑帅的舰长 恭喜大骑帅登陆成功 磨门销呢 他们上门一般都是白衬衫 黑袭裤 俩人骑自动车 一般都找那种又高又帅的白人 而且现在他们推中国人的这个富区 在海外的华人富区 在这些区域推广的话 他们这些老外都会讲中文的 中文嘎嘎溜 讲中文给你推广 让你了解这玩意儿 是这么回事儿 就是我之前前段时间跟我哥们 我哥们是一个就是销售的一个行业 然后他给我说 恭喜读文业登陆成功 成为舰长 你说 为什么美国那边的销售什么 就是那种比较强 他跟我说是 因为美国那边就是从开始 就是有这么这种这种职业 就是上门推销 然后上门推销 就是通过各种服务 让你去接受他的服务 然后还跟我说过 就是为什么欧美那边有这种小费服务 就是因为像类似这种 他们上门推销 利用服务来满足你的这种要求 你说的是他吗 正经读文 你说的是靠个儿吧 不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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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美国 欧美那边的这种小费 小费文化吧 可以这么说 这小费文化跟上门服务有啥关系啊 就是说 这帮子人 怎么说呢 这帮子人在之前都会从事这种兼职或者怎样的 他会把握客户的这种什么各种需求啊 不是 哥们 你我怎么越听你越觉得 你是不是说的这个上门凿板服务啊 你现在说的是正经上门服务吗 意思就是说 你是不是处男 你别懵了你 你嗯啊 你是不是这意思啊 不是啊 那啥意思啊 就是说客人 欧美的小费文化 你上门推销服务 我的妈妈不一定买 我还给你点小费 我那么欣赏你呢 那上门乞讨 你滴了个膊去得了吧 你穿个袈裟 你拿个 拿个拐杖 阿弥陀佛 你滴了个膊得了 你卖什么东西给你拿小费活得了 你做梦呢 那英格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欧美的小费文化是怎样的 因为咱们 咱们这边包括亚洲 中亚 日韩这些都没有这种东西 小费文化其实我昨天讲过一部分啊 我跟你说欧美小费文化是这样的 每一个州就都有它这个最低底心在 另外这个底心是一个只有不学无数的人 混吃等死的人才拿这个底心活着 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拿最低实心 叫就是叫basic salary pay 就是在美国就是属于叫基本的基础底心 什么样的人拿 大家开玩笑的时候都说什么样的人拿 拿底心 拿最低底心 最低的这个basic的 最低底心只有几种人拿 一混吃等死的二销售员 因为啥销售员是 不是不是销售员 那个服务人员 服务人员拿最低的这个这个底心 服务人员它是靠小费活着的 明白 甚至好多地方都没有底心 就是这些年现在由于经济的这个情况 底心确实是有了 以前老外餐馆里面 比如你做服务员 服务员很多老外火的餐馆啊 那种人络绎不绝那种 他没有底心 这一桌完全靠小费活着 而且他们叫什么呢 就是在在打海外打工打餐馆工啊 叫什么打打私产打工产 工产和私产小费 工产华人的餐馆 普遍来讲都是工产小费 华人工华人餐馆怎么分小费 是属于这个 比如我今天有15个 大饭店啊 有15个工作人员 这15工作人员里面 有10个是前台工作人员 吧台的酒水的捡桌子的 就passway啊 然后包括那个服务员 有5个人是后厨的 那首先今天进小费了以后 这些小费怎么分 小费统统放到一起 是刷卡给小费现金 统统放到一起 比如今天一共有1000块钱的小费 这1000块钱小费 首先拿出一成或者两成 或者1.5多几成 先拿出给后厨 后厨5个人平分掉 这一部分小费很低 很低不高 然后呢 这一部分小费 剩下这个九成 老板有很多 华人的老板是扣 是扣这个比例的 看你小费多少钱 如果老板要扣的话 实际上他已经违法了 但是呢 很多人也愿意 为啥扣完了也很高 那种餐馆真的很火 小费真的很好 老板有扣的 什么两成三成 甚至老板不扣也有 那剩下这900块钱呢 正常来讲 就分给前台这个10个人 不是一人90 他们按比例的 按寄人头数比例 怎么寄 这个Buspy 捡桌子的 寄0.9个人头 寄0.9股 就像股份这样 你是0.9股 两个捡桌子的 1.8 1人0.9 先把数字加一起 就是两个捡桌子 1.8 服务员 1.0 就正常算一个人头 经理 当班的 就是属于这个领班 领班1.1 经理 店面经理 整个前后全管的 1.2 好比说 加完了 0.9加 0.9加 1.1加 加那个 加什么 1.0 加完 加到最后是7 比如7.3 那就把剩下900块钱 除以7.3 按照他们这所占的比例 分到他们头上 是这么过的 那很多老外的饭店 这叫打工产的 很多老外饭店是打私产的 私产就是你张三服务 123号桌 你李四服务456号桌 王尔玛的服务789号桌 这个桌上产生的所有小费 都给你一个人 但是你一个人也得同样拿出 10%还百分之多少的 去分给后厨 除了那个比例 剩下全是你的 所以老外的这个餐馆里面的 普遍服务质量 就是咱们说这个大胆的 比如说老外小餐馆 那个丧没大眼的 老外大胆的餐馆 比如连锁的那种牛排店的什么 进去的服务质量 跟中国人的进去的服务质量 大概就是截然不同 中国人的服务质量是这样 进了以后 几位 五位 来这边行坐 这菜单 好的叫我 先喝什么水 来了这么服务的 老外服务是怎么服务的 那这种大好的 好的这个级别的餐馆 老外的服务员来了以后 啥意思 就是我的名字叫苏莎娜 我今天是你们的服务员 你们今天是第一次来吗 第一次来的话 给你推荐一下吧 咱家餐馆这一页 都是比较热选的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如果你喜欢吃牛肉的话 我告诉你 这个我真的非常喜欢 非常赞 完全是两种服务状态 所以到最后小费的时候 也不一样 打私产的小费 给的好的 你要把他碰着狠人 他能小费打 打出去100%多 200%都能打出来 我曾经开餐馆的时候 有一个老黑 十个手之后 带八个金流子 穿个马甲 披金挂银的 像个说唱歌手似的 跟一个白人 跟着谈合作 桌上一共四个人 俩人好像一人带了助理 吃饭 一共吃97块 小费给 就一共给200 告我剩下的小费 非常喜欢你的服务 听懂了没有 他们是靠小费活着 所以小费 这个文化 它就存在的 没有底线 那有没有那种 不给小费的情况 有啊 多半是咱们家的 以及流浪汉 除了流浪汉以外 以外不给小费的 基本就是咱家大哥 不是 您说的那个 不给 就是给小费 等于说是 是欧美社会的 一个潜规则 是吧 不是潜规则 那是属于 就是属于明面上的规则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愿意把它 就定义成潜规则 为啥呢 不给小费 不违法 不能说不违法 就叫潜规则吧 对吧 可能在咱们这边 好像 几乎没有这种东西吧 除了那种 高档的服务费 那种10% 或者15%那种 首先我们家的社会 我们家的社会 对于小费文化的滋生 是很不利于 小费文化的滋生的 咱们家的社会 为什么呢 就是服务意识 都是每个人在追求的 每个公司都在追求的 服务意识 而这个东西通常 如果除了餐饮业以外 任何服务人员 通常会以KPI形式出现 KPI就是个绩效考核 感谢粉色武士的登陆成功 感谢你建长 就是通常会以一个 就是KPI绩效考核形式出现 等于公司给了他额外小费的机会 这个月你能挣1000小费 我给你1000小费 但你得满足我这么多要求 满足不了这个到900 满足不了这个剩800 我们有这个KPI绩效考核 在的话是很难 是很难去去实现这个 这个小费文化的 因为跟人家完全不一样 懂吗 懂了懂了 我没事了 大王来玩哦 玩不了 跟你讲半天 小费文化 就好像你能不给似的 原来我记得 我记得我有个哥们 干餐馆的在美国 完了说有个客人吃完饭 吃了多少钱 吃多少钱 就是29块9毛9这种 29块9毛8 留两分钱 当说当小费 然后他觉得恶心 他觉得受侮辱了 他拿着两分钱追出去 追给追着找这个客人 就是说啥呢 说啊我们这不收小费 来你把这两分钱拿着 就是这种态度 你说我说实话 你做服务行业的 就这种态度 你本身服务质量跟不上去 海外华人圈的华人服务 我就这么告诉你们 没有一个服务质量上去的 而且啥 他们就跟中国人上不去 跟海外打工餐馆的 这个说话可能得对很多人 在海外餐馆打工的华人 就跟中国人拿了脸子 那老外一来 好像你家 他们主动显灵了 从那个棺材里蹦出来了一样 我跟你们学那时候 就原来大盛烧烤 就我哥们大盛烧烤 他家开饭店 服务员进来了以后 拿了个大批点 走过来了 几遍 四位来这边坐 菜单 站上去 喝啥冰水 喝了 喝了 回来 上菜 中间正常啊 大批手指扣碗里头 麻辣烫 往这 来两碗蒜 端过来啥 拍黄瓜 桌上 桌上 但凡桌上铺的东西比较多点的 上好家了 没地方 就跟那个啥呢 就跟那木头嘎的似的 我得过来端个拍黄瓜 在旁边站着 就这么看你 啥意思 没地方放 我往哪放 我拍黄瓜往哪放 得你们自己伸手挪 得顾客自己伸手把那个 把桌给挪开 把拍黄瓜放着 你要不伸手挪 这边来脾气了 来挪一下了吧 挪在这边吧 拍黄瓜来了 就这样的 跟欠的钱 吃完饭 拿了个逼脸 吃完饭 那个 写这 来 一共消费 168 就这样的 还得给消费 给不上 还得逼逼你 还得给你脸子看 这狗真这么烦饮 一过去立马收拾了 这是 这是那啥 这是对待中国人客户 老外 我说的是同一个人 老外来了 一进门 How many First time Welcome Aura Aura Have a seat right here Would you like Some of the link Cat 就这出 革命一国 就这出 就好像中国人 吃完饭 不给消费 老外 咱那逼逼逼逼 吃完了以后 点了五份 点了五串鸡肉串 给我店里头 我的服务员 我开烧烤店的时候 我的服务员 给老外服务 就能服务的 OK Sure I'll sit Alright 简化 我狗腿子 我狗腿子 我汉奸 来往这坐 你是我亲爹 坐 来你想吃点啥 鞋底子买 买到跟甜甜 没事啊 还行 一领子给你摆摆 吃啥 好嘞 没问题 看我的 很快 稍等 就这么服务的 服务完老外点啥 老外点五串鸡肉串 三块九毛五 点一份大米饭 吃完了 老外上药鸡上 别让给我留个差评 说啥 说看他家的一个combo 就一个套餐 他家一个套餐 根本吃不饱 下面来自另外一个 老外的嘲讽 就嘲过去了 Do you know how much you pay 你知道你花多钱吗 你花三块九毛五 你想想吃晚饭吃饱 整得我服务员 整得挺失落 我感觉我服务没啥问题 是你就差给人舔鞋底子了 完了 老外点了来点 你这不是套餐吗 鸡肉 鸡肉在签字上 英文名没有鸡肉串 鸡肉在签字上的烤鸡肉 听起来不错 哇这么便宜 三块九毛五点 再给我来一碗大米饭 鸡肉串拿过来 就小猫手指这么厚 烤五串 撸大米饭上 撸一撸大米饭上吃 你都说我稍后再开火 老外但凡来吃了以后 没一个友好的 还没一个友好的 来吧 那个懂不懂 懂不懂 现在懂了吗 就是美国的这个 小费人华人服务 就是这个 就这点那样 好